有關於國民黨正式的把要將陸沛的入籍年限 由六年所短為四年 那這是被列為國民黨優先中的優先的法案 社會化然 不是說要服國立民嗎 這樣一個優先法案是服了哪一國 那我們要來問 國民黨現在是提這個法案合適的時機嗎 正當中國不管是從海面到空中 都要片面宣布改變現狀 對於台灣政府的管轄權進行施壓的此時此刻 國民黨為什麼要推出這樣一個法案 來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 甚至進一步破壞台灣的國家安全呢 十幾點大錯特錯 第二個我們要說 社會的聲音國民黨聽不到嗎 這樣一個爭議的法案一出 不到兩天之內 在社群上 尤其是年輕世代 主動發起的串聯反制 已經短短兩天內超過三萬份的連署 國民黨為什麼一直要站在社會的對立面呢 國民黨為什麼要服了中國的意 而刻意站在台灣青年的對立面呢 第三點我們就這個法案的實質內容來討論 其實現在的就如同剛剛中嘉賓 焦偉所說的 中國籍配偶陸配除了他的入籍年限比較長之外 其他各項享有的福利待遇都優於外配 所以就包括他們不需要放棄本國國籍就可以入台灣籍 包括他們可以享有其他外配都沒有的醫親福利 這就是為什麼醫療界大家站出來起起以為不可 如果可以這樣那大幅的因為醫親來到台灣 利用台灣濫用台灣醫療資源健保資源的狀況 我們就防腐盛防 那第二點我們希望國民黨如果要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就把跟外配的合理性一致性我們配套來思考 是不是同步針對入出國籍移民法來討論 針對國籍法一併來討論呢 為什麼取這個巧門只順了中國的意 只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下手呢 未來這絕對是內政委員會非常重要的一個論述的地方 我們也希望台灣國人持續為台灣的權益發聲 唯有全民監督輿論的力量才能夠讓國民黨跟民眾黨害怕 我們非常地遺憾看到民眾黨在228的當天 在在地坐實了他們就是小藍黨 在228的當天公然地用他們的新聞稿來說明 他們在這個法案的立場上會跟國民黨站在一起 會跟中國站在一起 大家可以回憶在2016年6月27號 民進黨以國會多數在內政委員會擋下 同樣這樣一個違反台灣民意的法案的那時刻 2016年6月27號的那一天 黃國昌在他的臉書上 批判當時主持內政委員會的招委黃昭順 他還批判這是黃太后的逆襲 他用了非常強烈的字眼來批判國民黨2016的作為 那現在2024了 為了藍白河 台灣人民的福祉都不顧了嗎 2024的黃國昌打臉了2016的黃國昌嗎 大家好好持續地公民來監督民主進步黨 在未來的內政委員會 第一關會強力地對於這個法案 來提出我們的嚴正反對的立場